第六篇 來到了第六篇 其實它是可以說是從第三篇開始 它是一個立體的 從這個第三篇 我們看見這美帝裡面的食物 從這個小麥、大麥、葡萄樹、花果樹、石柳樹 還有那裡有出遊的感染樹 還有這個植物跟動物生命的豐富 這裡還有蜜 所以總共有七種 第四篇講到的礦物 告訴我們說這個石頭是鐵 這個山內是可以挖銅 這個石頭跟鐵是為了建造的 山是一個復活 銅其實也是為建造 一面鐵跟銅也是一個保護的 所以告訴我們這個美帝 它不僅有食物的這些基督預表的豐富之外 我們也需要帶進一個建造的 事實上這個鐵 這個也是需要有征戰的 它不是做一些鍋碗瓢盆 來烹調這些食物的 在美帝裡面還有這江南的七竹 所以我們還需要有征戰 那再進一步呢 告訴我們這個 怎樣才夠資格呢 它從生命記的一章一節的註一 這裡呢 事實上有後面 從愛神開始 這有六個點 但是再加上第二篇呢 這裡告訴我們 神是公義聖別 信實施愛之神呢 它又加上了 神的心是愛的 但是神的手呢 就是卻是有行政有管理的 那此外呢 我們也需要愛神 要信靠神 要能夠敬畏神 要服從神的管制 也能夠顧到他柔細的感覺 甚至能夠活在他面前 那到了這個第六篇呢 其實呢 就告訴我們在美帝呢 去試一種生活 過了這樣一切呢 享受這一切 他神所預備的 甚至他希望 我們能夠具有的 這些呢 做我們的一種生活 這生活呢 會帶盡呢 一種結果 這結果呢 就是神的殿 神的殿就是他的居所 就講到他的同在 與他的彰顯 那講到成呢 這個殿呢 要擴大成為成 到新耶六三 我不見那 那個有殿 因為就是成 就是擴大的 一萬兩千 斯泰迪亞 這成呢 就是神的國 講到神呢 他是有管理的 他是有權柄的 甚至第六篇呢 他已經是 包羅萬有基督這一篇裡面的 末了的兩篇 十五跟十六了 又講到生活 跟這個結果 那你美帝生活的結果 謝謝主 開始的引經的部分呢 他是先引用這生命劑呢 這幾處的經節 當然後面呢 也有這個靈後啊 甚至詩篇等等 那這邊呢 緊列這個生命劑的部分 那同樣的經節呢 其實我們會在第九篇 然後甚至第十篇這邊會再看 因為那邊要講到說 在一的立場的部分 然後甚至講到 我們不可以有分裂的部分 那告訴我們 其實這一篇呢 其實主體就是講一種生活 那生活帶進一種結果 這結果呢 其實就是 造會在成為 作為神的殿 就是神的居所 所以這一切的經歷 一切的實際 一切的公佈 其實都在我們的造會生活裡面 所以會使我們更保愛 過這樣的造會的生活 這個 這生活是什麼 就是時間到了呢 你會說 為什麼又要吃飯 其實這就是我們所需要的 那時間到了呢 我們就要回家 對不對 不會說為什麼又要回家 因為這就是我們的生活 這個生活呢 是很自然而然的發生的 那會帶進這樣一個結果 就是我們也能夠成為神的居所 甚至能夠扣大成為神的國 那可以看見生命記呢 十二章 十四章 這裡呢 其實它裡面呢 雖然這邊好像摩西在重複了 這個已過的一些的 一個律法 典章 重新 但是呢 這邊主體呢 它是講到敬拜的方式 所以我們基督徒的生活呢 其實就是一種敬拜的生活 過一種敬田的生活 所以這些經典都講到這些敬拜的方式 包括呢 你在這美帝 神所預備的一切 你需要經營 那經營呢 你就會有一些的產出 那這些產出呢 你要十分取一 甚至你要有餘 能夠給那些缺乏的人 甚至給祭司跟立位人 那當然 神也預備了 這個給我們的這個部分 那也特別會提到神所選擇給他 民居住的地方 等一下我們會看 當然在生命記裡面呢 這個出現 這個 就是選擇的地方 這裡再出現了21次 那 如果 摩西在講的時候呢 就沒有人去問說 到底這個地方是哪裡 是哪裡 當然我們會來 交通 那這個也是 會在第九篇的時候 講到獨一的立場 那甚至點到第十篇 我們要保守 避免這個分裂 那 這裡告訴我們 十分取一 那是 現在在哪裡獻呢 是在他所選擇 給他民居住的地方 那這裡有五谷 新酒 還有新油 那 還有一個原則 就是投身的 甚至出熟的 這上好的 都要先獻給神 Amen 那 在那地呢 這個 這個就是 有這樣的一個 神就要是福於我們 那甚至定歸呢 一年三次 從這個 這個儲教節 七七節 又叫五旬節 還有這個祝朋節 那一年三次呢 要在耶和華所選擇的地方 Amen 那這三個節期 那不可空手 甚至要雙手成滿 但是呢 可能今年呢 好的產出不太不夠 但是有些弟兄姊妹他們的產出是夠 就不管大小牛羊皆可 所以神呢 他也顧到了這一面 但是不是因為我們的懶惰 那不夠殷勤 那產出不足 按自己的力量 都度量 然後照耶和華神所賜給你的福 來奉獻這個禮物 那我們就用這個選擇 跟這個地方 在這個生命記憶的範圍裡面 就出現了二十二次 那真正就他講的所謂的 這個耶和華所選擇的地方 這相關呢 大概就有二十次 比較確定二十次 所以如果這個 這個 這個摩西在講生命記的時候 底下有這個 比較 比較會思考的一些 一些的 一些以色列人 他應該會舉手發問 那摩西你講的這個 這個選擇的地方 到底是哪裡 到底是哪裡 但是後面我們會看見呢 在 在 剛開始會在世羅 在世羅 然後後來在大衛呢 他在預備了這個 算是神所預備的 這個耶路撒冷這一塊地 所以這也是一個 正確的一個立場 會點到第九篇的時候 會再有交通 那 所以呢 到底耶和華所選擇的地方 在哪裡呢 那在講生命記的時候呢 這些以色列人 他們在這裡 重新第二代 在這邊 重新的鼠點 那這次的鼠點 不是為了征戰 乃是遇了要 預備進到美帝的 的分配 他們呢 集中在這個摩押的平原 那 這裡的話呢 其實會幕 這個我們接下來會到了 這個約束亞紀 看見呢 這以色列人他們 還需要經過300到350年的征戰 那時候的會幕跟約貴呢 都是在世羅 所以那時候 世羅的這300到350年間呢 他就成為他們的敬拜中心 甚至是軍事 甚至他們整個行政的 重要的一個中心 但是呢 後來呢 約貴呢 卻被菲利斯人給掳去了 所以呢 後來甚至停在這個 基利耶林70年 所以他等到這個 大衛真正 電都於耶路撒冷的時候呢 是離他們進美帝 他們進美帝呢 普遍的講法 就是主前1406年的時候 進到了美帝 所以再加400多年之後呢 他們還真正 今天我們說 耶穆華選擇的地在哪裡 或是我們讀聖經 我們大概直覺就會想到是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那當然這個 還要等到這個所謂門 把第一聖殿蓋到起來的時候 可能就再多加了50年 所以同他們進美帝 然後呢 到了真正神 應許的這個選擇之地呢 可能是450到500年 我們就記這500年之後的 所以這段的期間呢 這段期間呢 其實他們就開始在那邊過生活 那前300年左右呢 可能再來四羅 那後面呢 就到了耶路撒冷 這就是真正神所檢選 耶穆華所預定的地方 正確的一個立場 那再來呢 我們就進到 裡面事實上有六個大典 那第一個大典 跟第二大典 可以視為是一組的 這邊我們 他點出呢 我們要如何在美帝裡面 過一種生活 那這生活呢 我們需要來看 神有他的旨意 他的心意 他巴望呢 這個讓人來具有 這個美帝 甚至他預備了一切 有這個食物 也有這些的 這個石頭啊 鐵啊 還有這個銅啊 等等的 那一面呢 在我們個人的這一面 我們需要 殷勤勞苦的經營 那我們也需要有 團體的彰顯 團體彼此的分享 彼此的供應 慢慢我們就看見的是一個立體的 所以有團體彰顯的豐富 那 那我們 所以我們需要看見 他這裡的看見呢 是用 see 看見的see 就是一種主觀的 就我知道這個人 但是我從來都沒看過他 那只是客觀的 但是這個看見呢 是一個主觀的 所以後面一切的這些的 出現我們等等 都是這些經歷 其實都是主觀的經歷 都是我們可以來經歷 在美帝裡面過一種的生活 然後帶進一種的結果的 那要怎樣呢 在神的眼中過一種生活呢 在前面幾篇呢 告訴我們說 神的眼目時常看顧那地 當我們呢 在神的心意的裡面 他的眼目呢 就顧惜著我們 就看顧著我們 所以我們需要知道 在神的眼中 如何過一種生活 就是使我們能 享受美帝 就是這個 這個包羅萬有 并延展無限的基督所 預表的美帝 但我們個人的部分呢 我們需要 在基督的身上 有經營的生活 那團體呢 我們可以帶進 團體的享受 那目的呢 就是要帶進這個 神的建造 這也是神他的信義 那就是 不僅成為團體的身體 那也是作為神的殿 甚至呢 家 甚至後面要擴大 成為神的城 神的國 那 神的旨意呢 他總是有應許 甚至呢 八萬我們能夠具有 那甚至他有 全輩的供應 那 我們是在恩典中 來經歷並享受 來經營這樣的美帝 後面會講到這個 保羅 他身上有這樣一根刺 他三次求主挪去 那主說恩典夠你用 確實啊 我們的經歷也是主啊 如果把我們的難處呢 一挪走了 可能我們就 不再享受這個恩典了 所以呢 是讓保羅能夠一直持續不斷的 經歷並享受基督 做他的恩典 所以呢 這個真正的恩典不是主呢 聽著我們祷告 把一些我們的難處挪去的 所以呢 保羅呢 不論在 在這個 不論是處悲賤 處富裕 他呢 都以活基督為秘訣 這就是他享受的真正的恩典 所以我們個人呢 需要在美地上有經營 那也帶進這個團體的 所以每當我們聚會的時候呢 我們都需要或有 或有呢就是在會前呢 其實我們都在我們這一週 我們通常就是一週為單位 一週的享受 不該空手而來 也不該覺得在聚會裡面等靈感 靈感有了 但是常常是沒有了 所以呢會覺得很乾 很酷 所以呢我們需要不該空手而來 就算在美地裡面 他需要有個人的經營的一面 再帶進這個團體的豐富的彰顯 那這就是 這個 那也要夠多 不僅十分取一 甚至能夠攻擊那些 所需要的人 甚至是祭司跟立位 那可以看見呢 就一幅圖畫就出現了 神呢 祂有祂的旨意 祂有應許 祂希望人呢 能夠來具有 使我們能夠具有 那在我們個人的部分呢 我們需要有經營 需要有產出 那產出呢 就要看見到底有量跟值的 在聚會有服飾的 我們知道我們需要 是量跟值都要平衡啊 但是常常也說沒有量哪來的值啊 所以這兩個都需要平衡 那量的部分呢 就看我們的產能 所以呢 這個大小皆可 牛羊斑鳩 那也有這個肥牛肚 那但是呢 這個 這個 照著我們的度量 那但是我們也需要殷勤的 那十分取一 甚至有餘 那值的部分呢 就是需要上好的 還有這個出熟的 投身的 都要獻給神 個人的經營的部分 那我們就可以帶盡彼此的享受 是在於這個團體的生活 那團體呢 就有展覽 甚至這一切的豐富 甚至成為它的彰顯 就是有豐滿的一面 那這個呢 不再只是一個點 不再只是一個線 雖然是一個平面 但是還不夠 後面告訴我們呢 要成為立方皮 所以這就是有一幅的圖畫 來定準我們 如何過我們的基督徒的生活 如何過我們照會的生活 那這邊呢 就開始講到美麗經營 那先強調個人的 的經歷跟享受的 這個部分 那一面告訴我們 我們呢 需要呢 天天享受 那尤其一個最好的時段 就是在早晨 那就將自己奉獻給主 甚至呢 這個在詩篇的裡面呢 那是我們 我趁天未亮呼求 我仰望你的言語 稱夜未更換 就默想你的話語 這個李弟兄呢 自己也做見證 因為他的身體的緣故 所以李師母呢 都會強制他 不可以太早起床 但是呢 他在床上呢 就是在默想神的話 這個高游啊 這些的話語呢 就從這樣的默想裡面 不斷的涌流出來 那一面呢 我們也需要呢 跟主呢 有私下情密的 與主同在的交通 所以我們需要 禁我們的密室 關上門 祷告在隱密中的父 他必在隱密中來查看我們 那一面呢 也需要有祷告 這祷告太重要了 最近的這樣子一個 一個疫情呢 我們也需要更多的禱告 再看到就業一切的勢力呢 這些造成的瘟疫呢 都是需要這些祭司們呢 迫切的禱告 這瘟疫就能夠止住 那我們也需要認罪 當我們來聚會的時候 可能呢 我們還跟我們的姊妹呢 有一些的爭執 但是我們需要能夠 徹底的認罪 因為這邊說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 神是信實是公義的 他必要赦免我們的罪 那也需要在主的畫上下功夫 能夠贖回光陰 那我們呢 就能夠常常喜樂 也不住的禱告 凡事謝恩 而且在靈裡被充滿 就在個人的一面 那個人一面呢 要帶進團體的一面 那這裡呢 當我們聚在一起 聚呢你一個人呢 就不稱為聚會嘛 一定要兩個人以上 這就是團體的 那這個就能夠 彼此有展覽 展覽我們所經營的基督 能夠彼此分享 甚至彼此供應 彼此的盡力 那 那使我們人人 都能夠滿了基督 那一切的聚會中呢 應該總是有 話可說 所以呢 他在這裡說 我們是要 獲有 當我們每逢聚集的時候 獲有的意思就是 是有事先 是有預備的 不是等到會中的時候呢 再等靈感 或者這個是呢 是我上個月的經歷享受的 那弟兄姊妹都有嗅覺的 都可以聞得出來 那新不新鮮的 所以我們需要有新鮮的供應 我們需要有預備 不可 雙手不可空手 來見我們的神 那要能夠有預備 也不該等候靈感 隨時呢 就能夠 運用你 用受過訓練的心思 來進功用 那這樣就使得 與惠者 能夠得著益處 甚至得著光照 得著滋養 甚至帶進這個建造 那 再來的部分呢 一樣呢 是在點到一個個人 跟團體的一面 但是他慢慢呢 已經要告訴我們 一個立方體了 那我們個人的經歷呢 在怎麼樣的豐富呢 畢竟呢 頂多只是一個點 或者呢 頂多只是一條線 那在神經聖言裡面呢 弟兄姊妹妹們說 如果我們只經歷 一直在一條線上的話 我們容易呢 會走到一個極端 就像他舉的那個姊妹呢 他只願意禱告 也不願意進食 之中呢 其實就 就過去了 所以我們不應該走這樣的極端 我們需要 團體的享受 需要享受 基督的立體的一面 是我們全面都能夠得著平衡 阿們 那這裡呢 我們不僅剛剛也點過 我們個人部分呢 我們需要在早晨 甚至天天 實時 那來享受呢 這邊有對這個 美帝基督的 這樣的一個位置 他是奇妙的 他是美妙的 他是無法側坐的 他是無限量的 他是包羅萬有的 豐富的 那特別呢 在引用這個 哥林多後書 這個 保羅寫 哥林多前書 跟後書呢 僅差了一年 那保羅 哥林多前書的時候呢 我們知道他的主題叫做 基督 與這個 十字架 是造會一切的解答 那邊呢 看見呢 這個哥林多造會 是滿了許多的難處 但是他可目許多的 一些的恩賜 那保羅告訴他們 一個超越的恩賜 就是要深言 甚至愛呢 就是這樣一個超越的恩賜 那到了靈後的時候呢 他的主題是什麼 新約的 職事與職事 Ministry 跟Minister 職事 所以呢 這個你如果翻開生命讀經呢 這個李弟兄講 李弟兄每次在講到 哥林多後書的時候 都會講到 前書跟後書的比較 那他說呢 你要發展一個恩賜呢 很快 但是要發展一個職事呢 或供一個職事 需要二十年 所以這裡呢 保羅他的經歷呢 甚至在美帝 我們的經營呢 不是只是一種 單單停在恩賜的階段 我們乃是供應神 永遠的金輪 這是乃是帶進一個神 一個時代的一個職事 所以我們需要長大 需要達到這個 哥林多後書 那這裡哥林多 然後他引用很多哥林多後書 保羅他的榜樣 這邊 那告訴我們呢 其實這個恩典是什麼 恩典呢 不是一個白白的恩惠 他乃是經過過程的三一神 成了那赤生命之靈 然後也就是那包羅萬有的 牛奶與泥之地 然後分治了給我們 成為我們的分 那給我們享受 所以呢 我們呢需要 要經歷這個美帝 經歷這位基督 一切的豐富呢 我們必須呢 是在靈裡面 受這個控制 管制指引 甚至推動 甚至引導 那也需要活在基督 這獨一的人為的裡面 享受他的同在 在他的面光中 那這都是 比較在 還在我們個人的 一個經歷享受的這一面 那這是重點 是要強調我們 要慢慢帶進這個立方題 甚至不是在一個平面上 不是在一個點一個線上 那我們呢 如果活在這個人為裡面 我們就能夠經歷 他是不改變 是溫柔、和蔼、真實、能力、恩典 甚至在他裡面 在我們裡面說話的這一位 那這個也能夠在靈裡面呢 被破碎 這個 然後呢 能夠在他構成的工作裡面 接受基督做恩典 那能夠活裡面的人 就是以靈為我們的人位 以魂 身為我們的體 為我們的器官 然後能帶進一個真實的一個 一個重建 那再擴大成為立方體 就是團體的以面 那這一切呢 都是一個主觀的經歷的部分 那 當我們就能夠 逐漸能夠達到 甚至能夠更 與眾聖徒呢 一同領略 他的擴長高深 那他是無限的偉大 他是美好並寬闊之地 這地呢 度量呢是無限的 是擴長高深的 所以我們的經歷呢 是不是只有經歷到神的闊 甚至到闊跟長呢 只有平面的 卻沒有高跟深 那這位基督是無限的 是立體的 所以我們需要來到這樣的 團體的聚集的裡面 所以我們需要有個人情深的享受 那甚至呢 在儒情傳他們實行呢 是有挨家挨戶的 也有在殿裡的 你利用說這就像一個飛機的翅膀 我們缺一不可 我們都需要平衡的 那在團體裡面 我們能夠享受到 我們個人沒辦法享受的一面 甚至我們不容易都只走在一條線上 我們需要做平衡 我們就能達到一個立方體 之中呢 講到新耶路撒人 其實就是長寬高 都是一樣的 一萬兩千斯泰迪亞 那所以呢 我們需要眾聖土 我們需要眾聖土 使我們能夠成為那三度的 像一個立方體一樣 所以我們不僅經歷呢 基督呢 他這個來跟去呢 就是一個平面的 然後也需要經歷他的上跟下 這就成為一個立體的 使我們能夠扎實的 這個扎實的 這個扎實的 昨天晚上呢 聽到這個台北 六會所的 弟兄姊妹的見證 覺得你們照會生活 新途的事情 真的是扎實的 那就是一個立方的經歷 既不倒也不破 那那甚至呢 從這個會幕的那個至聖所呢 常文高都是一樣 是從十軸 那到了這個聖殿的時候呢 至聖所成了二十軸 逐漸的擴大 那到了新耶路撒人的時候 他是一萬兩千斯泰迪亞 一斯泰迪亞呢 是一百八十五公尺 所以你可以算一下 這大概是一百億 一百億個立方體 這個地球呢 台灣呢 長根大概三百七十七公里 公里 那那個單單一個長寬高一樣 他就已經差不多兩千兩百二十公里了 所以你可以想像一下 如此的擴大 這就是基督的豐富 基督的宇宙的度量 我們都身在其中 能夠享受這一切的豐富 Amen 那再來的部分告訴前面是生活了 那要帶進一個結果 這結果呢 其實就是作為神的殿 殿呢 其實就是居所 就是他的彰顯 與他的統在 那也能夠擴大成為神的城 就是神的國 帶進神的權柄跟管制的部分 那甚至在這個創世紀一章二十六節 神格的會議的裡面呢 他是乃是造的他的形象 這個形象呢 就是講說是一個彰顯 然後呢 也叫我們管理的空中的魚 空中的鳥 地上的魚鱼 所以就在講到管理的部分 那這個就是一個結果 那這一切的享受 這一切的實際 其實就是在造會的裡面 那所以呢 這個地呢 是基督自己 那殿跟塵呢 其實就是基督的豐滿 那這個就是造會 就是基督的身體 那這個殿呢 就是形象 那就是彰顯的這部分 就是他的同在的部分 那成就是殿的擴大 就是講到他的掌權 管理的這部分 其實這就是神永遠的一個經倫 所以我們在團體的造會 聚會生活中 就能夠享受這團體 來享受基督 那在個人日常生活這部分呢 神也在我們中間 所以我們呢 就有這個殿跟塵 這樣的一個經歷 一面呢 殿呢 他做我們的居所 個人的一部分 然後團體的呢 他就成為這樣的一個國 甚至呢 這個我們的經歷 甚至 這個我們呢 在福音聚會的時候呢 腰運的福音朋友 我們常常會跟他說 這個教會呢 就像一個家 哇很溫暖 大家呢 彼此呢 都是同心合意的 但是這樣的經歷呢 只有在殿的經歷而已 只有在家的經歷 居所的經歷 我們還要 他還會看到 弟兄姊妹的配搭 這個 這樣聯絡的整齊 甚至呢 他會看看 到底誰在發號施令 就是這位主在 這位神在發號施令 他慢慢他就看見這個神 這個造會呢 是神的城 這邊有一個無形的管理 但是卻有志有序 就連巴蘭呢 他的口呢 也咒詛不出來 那所以呢 當我們要享受基督呢 到這樣一個地步呢 甚至人來到我們中間 那看這樣 滿鳥神 一切的活動 就要將神這樣來傳達 甚至來輸給人 得著神的注入 阿們 所以這裡也有一個傳染力喔 但這個傳染呢 是將神注入 將神感染給人 阿們 當我們享受基督這樣的程度 我們也能夠彼此有順服 基督的權柄 那我們知道這個聖殿 這個 他是蓋在這個阿爾蘭的河場 那這個阿爾蘭河場呢 有個弟兄相愛的故事 那亞勞蘭呢 他就是比較缺 那哥哥 不是哥哥呢 他人口比較多 那弟弟亞勞蘭就覺得 需要給這個阿爾蘭 這樣子 所以有個弟兄相愛的光景 那在造會生活也是 弟兄和睦同居 何等的福 何等的善 其實這就是我們一個團體生活的 一幅的圖畫 那我們剛才呢 看見這個 當這個以色列人 他們進到美帝之後呢 大概將近五百年 才是真正到了耶路撒冷 這是神拣選的地方 這裡 那這裡的話其實呢 他們進到美帝之後呢 還有需要後面五百年的一個經營 然後才真正到真的神所選擇的地方 那普遍的基督教的團體呢 他們覺得呢 這個約旦河呢 就是最終的十字架 進到美帝呢 好像就是進到天堂 進到這個新耶路撒冷 不 其實我們進到了這個美帝之後 需要在美帝裡面呢 不僅有個人的經營 有團體一年三次的 但是把上好的 十分取一的 這些的這樣的一個生活 那一面呢 這個也需要有這樣的爭戰 所以呢 在這個三百年的時候 在世羅的時候 他們跟著這些 迦南七族 甚至非利士人這樣的爭戰 至終到了這個 到所羅門王 建了第一的聖殿 就落在耶路撒冷 那聖殿來完成 所以他們一年三次的 的這個 的獻祭的地點 其實就在 就在這個 這個耶路撒冷 在聖殿這裡 那甚至呢 這裡面呢 有許多詩人他們的 經歷這個神的殿 經歷神的城 甚至在裡面過生活呢 所以有許多的詩篇 甚至所羅門呢 他許多的真言 都是他們過生活裡面的 經歷的一切 所以就一幅的圖畫呢 其實就定住我們 就一面我們不再看見 造會生活 是這麼的 好像單薄或哭單 其實這就一幅的 豐富的圖畫 因為造會呢 是不僅是神的殿 要擴大成為神的城 阿們 那但是在第九篇 第十篇呢 要告訴我們 要謹守這個 所選擇的地方 因著呢 他們就開始了分裂 所以另立敬拜的中心 所以呢 就失去了一切的祝福 就開始 到主前722年的時候呢 亞述帝國就把以色列國 給毀了 那在586年的時候呢 再把這個 這個 這個猶大國給滅了 就被滷了 那最後末的一個點 給我們看見呢 這造會生活 是何等的豐富 不僅是殿 也是城 那這裡呢 其實他引用了很多的詩篇 那剛剛有提到 那詩篇呢 就是他們在美地裡面 這樣經營過生活 不僅有個人的享受 有團體的享受 這是經歷這個 這個神的殿 經歷神的城 這樣他們一個 這個詩人的一個發表 所以我們過照會生活 其實我們也都 像這樣一個詩人一樣 那裡面呢 告訴這個 告訴我們說 神的家 就是這殿的這一部分呢 它不僅是 這個 神同在的地方 也是有啟事 有應允的地方 甚至呢 也是我們可以隱藏的地方 但是我們可以被培育 栽種發旺結果值的地方 那個保隆弟兄說 這個照會 那是最好成全人的這個 的地方 那在照會裡面 我們一樣的都要學 最近呢 我們二會所預定 想要蓋照 我也要開始學著 怎麼樣蓋房子 等等的 這個 這個根本不是我們人生 規劃裡面 會想到的東西 但是照會裡面 都可以 一起一同學習的 那甚至呢 是我們得著家力的地方 這個過照會生活 是一個家力 是一個加油站 如果我們覺得過照會生活 是一種消耗的話 那表示你的光景是錯的 所以呢 這是我們得著家力 甚至與神調和的地方 甚至呢 這個我們是一同有份的 我們都是同夥的 那再擴大成為神的城 就是神的國 這裡有神的掌權 所以呢 這個有堅固的城 那也有這樣 使人快樂的和 那這邊也有使人 這個使仇敵呢 戰斗的 害怕的 這個使這個仇敵能夠 驚奇喪膽的 甚至它是 這個照會是全美的 也是神的最終的目標 那當然最終也有這樣的一個 這個 因為講到管理權柄呢 就有帶進一個公益的審判 那後面呢 就是在這個照會裡面 就制服給人 我們也在其中呢 受送贊 所以不要小看過照會生活 這是一種結果耶 那生活會帶進這樣一個 豐富的結果耶 那後面這裡我們一同來 一同來念 我們享受基督這 終極結果 乃是經過過程之三一神 與蒙他重生變化融化的 三部分人成為全能和平 做神永遠的居所和國度 那我們知道這個 這個國中跟高中 都有三個年級對不對 至少我們都是國二啊 或高二 因為我們都在這個變化的過程 甚至我們準備進到高山或國山 進到這個融化的過程 那以過呢 我們傳福音呢 那個弟兄說 這個這個目的說呢 這個 宇宙最大的神蹟就是 人的重生啊 舊約新約有許多的 這樣的一個神蹟 但是你我的重生 就是一個最大的神蹟 那如今呢 我們都在這變化的過程 之中要融化 然後做為神 永遠的居所和國度 我們是何等的有盼望 在會生活是何等的豐富 我們都會有情在這一點 一等一隻 天之瓶 超這樣 にな我 因爭